旁边过去买车 不放弃一丝线索 五名监视人员还在计程车里头反复仔细踩证 车内车外都来回检视 就是要还原第一现场 因为这间拉下铁门的虎伟安庆邮局 下午爆发抢案 抢案就发生在云林虎伟镇27号下午2点多 戴着鸭绳帽以及口罩的男子进到邮局里头 对柜台行员说我要抢钱 寄警行员赶紧蹲下 按了柜台警铃 警铃大作让口罩男吓了一大跳 份而朝监视器开了一枪 随后多门逃逸 初步调查这个发现 歹徒是徒步进入邮局 然后也是徒步离开 目前这个部分都还在扩大 针对监视器的部分来调阅 歹徒的来向跟去向 调查的部分发现 它是叫机车过来的 然后在徒步走进去邮局 这个部分其他的来向部分 还在持续往上追 初步判断 抢匪从客运站搭计程车到安庆邮局 预谋犯案 目前警方已经掌握线索 循现追气 就希望早日把抢匪逮捕贵案 记得廖文斌 薛学华 孝一山 云林 采访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